歡迎收看本週環與快訊 今期第一站我們來到古巴哈雅那 第31屆哈雅那國際書展2月9日 是古巴首都哈雅那拉開序幕 該書展是古巴一年一度的 最盛大最受民眾歡迎的文化盛會 始於1982年 每年2至3月是幕落成報舉行 每屆都有一個特定主題 一位特要作家及一個主賓國 哥倫比亞是今年的主賓國 哥倫比亞副總統佛朗西亞 馬爾赫斯專程來到古巴參加開幕式 今年書展會集了來自40多個國家 和地區的作家、圖書編輯和參展商 向市民提供4,000多半紙質版文學作品 以及約近1,300本電子書 照本地學生一起來尋找自己心水的書籍 有學生表示他們會在學校考試前來購買一些書 而幫助自己順利過關 有學生表示他從小就喜歡讀書 家裡的所有書都讀過了 所以才來購買新的書 書展是首都開始 參展商也會前往其他城市進行展示 而書展的最後一站 將會在古巴的第二大城市 城地雅各 自治愁 入欄 在廣場 入欄 一那子 在我的室内 在我的室内